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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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上升旗形呢? 上升旗形通常在升市中的回落階段出現 反映升浪未完 股價技術調整之後將會延續原有的升勢 上升旗形主要反映股價持續上升後 遇上獲利壓力而短暫回落 形成一個狹窄的調整區域 將價格的高點和低點分別連起來 就形成了一條小小的下跌通道 就好像一面其次一樣 等股價向上突破之後 就有望持續原有的升勢 可以視為買入時機 上升旗形可以用來預測後市初步升幅目標 有助投資者適時套現 方法是由突破旗形的地方 向上量度和旗桿相同的垂直長度 所謂期桿就是股價由升浪起點至上升旗形高點的距離 例如股價是10元起步 升到15元後回落 營造上升旗形 那麼期桿就是5元 如果股價在13元的位置突破旗形 那麼初步量度升幅目標就是18元 那什麼又是下跌旗形呢 下跌旗形通常在跌市入面的反彈階段出現 反映跌浪未完 股價技術反彈之後 將會延續原有的跌勢 下跌旗形主要反映股價持續下跌之後 遇上買盤而短暫反彈 形成一個狹窄的整固區 將價格的高點和低點分別連起來 就形成一條小小的上升通道 就好像一面其次一樣 等股價向下突破之後 將會持續原有的跌勢 可以視為沽貨時機 下跌旗形可以用來 預測後市初步跌幅目標 有助投資者趁機撈貨 方法是由突破旗形的地方 向下量度和期桿相同的垂直長度 所謂期桿就是股價由 跌浪起點至下跌旗形低點的距離 舉個例 股價在20元起步 跌到15元之後反彈 營造下跌旗形 期桿就是5元 如果股價在17元的位置突破旗形 那麼初步量度跌幅目標就是12元 在1980年代 是在1980年代 最終的一段時間 是在1980年代 最終的一段時間